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 这次来继续看的是CPG的四人黑耀赛季出 这职业选手的四人黑针太恐怖了 这把还得打一个速伞 兔子 这个速伞我知道 也是一个绑前的伞皇 之前有观战过 但是面对四个职业选手 速伞其实真的很难很难发挥 很难很难发挥 就是你想要打一些控场的话 职业选手的爆点真的很难抓到机会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抓不到 也能抓到,但是很难 更多的呢,其实 我觉得在面对这些四人黑的人皇的时候 还是那种就是带个闪现 抓人防守 然后找求生者的一些节奏的空挡点来打 可能机会更大一点 一抬手你看一抬手 就机械师就已经拉开了 根本不会给到任何机会 他抬手了,他抬手了,他抬手了 翻出去找到机械师 这道阵容的话 有一说一速伞是能打的 有的打的 因为这道阵容 即使真的打到一个四人阵场开门战 速伞也是有机会能够翻盘的 这道阵容它的一个开门战能力不强 道具就这么点对吧 用兵的前锋的待会交的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速伞这把往后打就是 前锋拉球了 我去 三岁,这太狠了吧 这一波球一撞人没了 再传过去找这边的囚徒 主要就这边速伞他没有开技能 没有开技能的话 他的一个追进能力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边可能会交个电 然后过板 板子直接下掉 对,很稳啊 选择的是求稳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说往前走 跟你来博弈这块板子 他们现在穷者是一个优势 优势的话就是求稳来 这边一个加速刀能不能带走 能不能打一刀 能打一刀开了技能 我觉得还能打一打 街市这边是摸好了 再追过去 哇,这个地方 蓄力刀 哎呦,抽不到 抽不到,难了 这里能打一刀开技能 然后技能一速一起来 一压走位 再补一刀呢 抓到这个囚徒 我觉得他能保平 甚至能征胜 但是现在的话呢 可能就趋向于一个求生者 保平征胜 而监管者的话 只能靠开门战有机会能赢啊 因为速伞的开门战 这套阵容还是很有说法的 好,这边有个摇铃 有个摇铃 有个摇铃 能不能击倒 骗出来 好,一个摇铃 nice 这手摇铃 非常的有经验 牵起来 好,这边选择先把这个娃给打了 走位过来 这个娃打了也不亏 也不亏 但是电击已经是没多少了 我们看外之位的电击 这边傭兵再修一台 接受一下就修一台 最后两台好了 把人挂上以后 只能是丢伞来换节奏了 再选择手的话 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换节奏 然后把求生者的一些道具 优兵的道具和前锋道具 全部消耗完 在开门战的时候一波兜底 是最有机会的 对,这边传送过来是 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这里这个摇铃被堕掉了 这边感觉 刚刚他没有注意 他是开着护臂 休息的吗 一定要消耗 一定要消耗 前锋一半的球 这边过来找戒尸 刀没打中 追 再追 感觉舒坦这边有点着急了 有点着急了 这里追 机械师满血 过来 还有块板子砸头 没有能消耗掉太多的东西 没有能消耗掉太多的东西 因为他开门战的时候 如果说拥兵 前锋都没有道具 开门战 是有机会能够快速击倒的 快速击倒了以后呢 再选择去外之位找机会 慢慢的磨 慢慢的磨 有可能能磨出一个平局 或者甚至三抓 但现在的话 可能就比较难了 现在的话就可能比较难了 除非开门战的时候 能找到机械师或者囚徒 球者这边 我觉得可以外面翻翻箱子 虽然说囚徒减不了 待会可以留给机械师用 一连 慢慢打了 球者可以选择球稳 甚至外面重新补一台电机也可以 速散的话 他在这边拖 就是拖一个传送 一切尚未可知 因为这道阵容刚刚也讲了 还是有机会能够来让速散翻盘的 这四个人 要是四个 人王没有关系 只要是四个路人 或者说四个不开黑的 我觉得速散都有机会 好开了二阶 试一刀 戒时这边队友应该是 自己翻的还是队友翻的 翻了一个魔术棒 也不错 慢慢的盘 慢慢的盘 球者这边就慢慢盘 一刀好的 电机可能还没好 这样的话有一波 上挂飞的人的节奏 而且好像是一个地下室 前方这边会不会拉一波球撞 看一下撞 真的是不给机会 打一刀 电机能不能点开 点开了 摇个铃 好的 有地下室啊 哎呀 三岁这边的球没撞到 一刀前锋倒地 哎 这一手 有丢伞 传送 管门 佣兵一个护臂 手上面摇铃 三秒钟好 前锋是绝对不能管的 这里再丢伞 压走位 留佣兵 留佣兵可能不太行 可能不太行 这边可能是收伞回来 先把人挂上 戒尸这边也不敢开门 门开了门开了 刚才看到戒尸往回拉 我以为是他防一手丢伞 结果是那应该是没了 平局也没有了 还是蛮可惜的 还是蛮可惜的 刚才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球图挂进地下室的话 这把还真有机会能够翻盘打一个平局 三抓有点难 三抓这个配合的求生者太难了 当然开门站这边也是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 悦到这边 感谢观看